大家好,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了马里布尔,抵达了顿涅斯克南部地区的重镇马里布尔,那也是普京的首次抵达俄军占领区,俄军在乌克兰的占领区,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的画面。 普京先是乘坐直升机,抵达马里布尔机场,随后亲自驾车前往市区。 他驾车穿过了马里布尔的几个街区,陪同他是马拉特·库斯努林副总理, 他在车内向普京汇报了马里布尔详细的恢复情况,以及建设情况。 这是普京驾车的画面。 那介绍的主要情况呢,包括在马里布尔新建的住宅楼,社会设施,教育机构,医疗中心, 相关的这个建筑的建设情况。 那实际上马里布尔市中心呢,已经完全被封锁了,所以呢,这个普京啊, 驾车抵达市中心呢,是相对安全的。 而且呢,马里布尔市中心这一次访问呢,是突然性访问啊, 呃,并没有对外公开。 那该市的负责人呢,副总理呢,表示,呃,将在马里布尔市中心呢, 恢复啊,这个油轨电车,而且呢,将通往机场。 而且呢,马里布尔的机场的未来会与俄罗斯国内的所有的机场啊,连通, 也就是说会真正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啊, 就是从俄罗斯联邦任何一个城市啊,可以坐飞机抵达马里布尔啊, 他现在还不能,现在只能到顿河畔罗斯托夫, 然后呢,坐大巴啊,坐汽车,抵达马里布尔。 那这也是普京呢,首次啊,在新的啊,乌克兰的这个占领区进行访问, 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呢,回应西方对自己的这个通缉啊, 大家知道前天呢,西方呢,海牙国议法庭宣布对普京进行通缉。 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办公厅的秘书佩斯科夫呢, 证实啊,普京没有提前准备前往顿巴斯地区, 包括马里布尔啊,以及顿河畔罗斯托夫。 普京呢,现在人呢,已经返回莫斯科啊, 他在马里布尔视察结束以后呢,前往了顿河畔罗斯托夫。 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呢,他会见了俄罗斯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。 那这个马里布尔呢,他这个建设情况呢, 我之前的节目给大家看了啊, 这是新建的住宅楼,大家可以看啊, 这马里布尔实际上整个城市被摧毁啊, 就是去年5月份啊,马里布尔战役, 还有亚素钢铁厂战役, 那普京呢,对这个马里布尔非常关注啊, 普京呢,也是实时的关注着马里布尔的战况。 普京观察马里布尔的这次这个住宅楼啊, 实际上呢,他是由这个朝鲜人兴建的, 是朝鲜承包商。 我之前说过,在马里布尔, 在顿巴斯实际上是有朝鲜人的, 那这次兴建住宅楼呢,实际上就是朝鲜人兴建的。 但是俄罗斯媒体呢,是没有公开相关的画面。 最后呢,普京呢,又来到了马里布尔的这个爱乐乐团, 马里布尔的剧场。 这个剧场呢,实际上也是后建的, 所以你看,普京呢,只是在这个现场简单的停留, 立刻就前往下一处。 实际上呢,普京在整个的马里布尔驻留的时间呢, 应该不超过一个小时。 最后呢,他前往了顿河畔卢附。 那格拉西莫夫啊,以及这个空间军总司令, 向他汇报了现在呢,整个顿巴斯, 以及乌克兰方向,克里米亚方向最新的情况。 那普京呢,在与格拉西莫夫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会谈中呢, 表示,俄罗斯的主要问题,俄军的主要问题呢, 实际上就是中央机构收到的这个情报信息, 那么向总参部军事情报局汇总过程中, 出现延误的问题。 这个问题呢,实际上指的就是, 现在俄罗斯地区情报部门获得的很多的相关的战区情报, 那并不会直接下达给作战单位, 而是先到总参部汇总, 那这样会影响这个情报的时效性。 所以现在呢,俄军的准备解决这个问题, 就是将联邑级的指挥官也进行培训, 包括情报整理、收集、处理, 就处理情报能力。 过去呢,处理情报能力是在总参部, 是连以上军官才能处理的, 现在呢,俄罗斯准备呢, 对联邑级的军官就开始进行相关情报处理能力的培训。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, 俄罗斯现在呢, 它的很多战区的一些情报, 并不是直接能够由联以下的单位, 能够直接获得并执行相关的命令。 它呢,是由这个总参部获得, 先获得以后呢,进行分析、汇总, 然后再下发作战命令。 那未来呢,就可以下放这个权力啊, 比如通过卫星, 站立无人机, 获得这些行动目标啊, 战场是瞬息万变的, 很多行动目标获得这些战场的情报, 那必须第一时间汇报给战区的连一级的职位官, 让他们来处理。 那他们未来呢, 就能够直接获得俄罗斯的这个包括卫星, 包括无人机获得的一手情报, 而且他是有处理情报能力, 就连一级指挥官有处理情报能力。 那未来很有可能在总参部的军事学院啊, 为连一级指挥官开设相关课程, 这也是俄罗斯现在的一个新的变化, 就是军事建设, 军队建设方面的一个新的标, 我觉得这个方面的中国也, 我觉得中国方面也要提高, 特别是这个战场瞬息万变, 如果像过去一样直接汇总给参谋部啊, 参谋部处理情报结束以后, 再把相关的作战任务坐标再下发给作战单位啊, 时效性可能会受到影响。 另外连一级指挥官他能够处理情报, 能够获得战场一手的情报, 一手这个态势的话, 对整个作战啊, 连一级指挥官作战, 我觉得也是有好处的, 但是一定要做到保密啊, 就是连一级指挥官, 连一级的这些官啊, 是个士兵在战场如果被服的话, 相关情报可能会被对方啊, 被对方获得, 那么怎么样啊, 保证这个情报在连一级指挥官这儿, 要处理这些情报, 不被对方俘获, 不被对方使用, 现在是俄罗斯要解决的问题, 但我觉得普京呢, 既然提出这个问题, 就说明俄军呢, 现在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, 这是俄罗斯方面呢, 普京呢访问马里布尔啊, 顿和汉罗斯托夫, 最新的情况, 乌克兰方面呢, 也有反应啊, 乌克兰方面今天出动了无人机, 攻击了莫斯科南部的图拉州, 就红点处, 在这个比德罗夫斯科叶, 在这儿, 在卡路加南部地区, 俄斯方面呢, 也公开了现场无人机的画面, 这是无人机, 没有任何标识, 那么目标呢, 很有可能是莫斯科, 要攻击莫斯科, 那也说明乌军的这个无人机啊, 它的半径已经可以啊, 达到莫斯科南部地区, 实际上已经到了莫斯科州了, 大家看啊, 图拉州北部呢, 实际上就是莫斯科州的南部, 在这儿被击落的, 除此以外呢, 与普京会面的马里布尔的这个当地居民的反应啊, 他们收到了来自乌克兰方面的死亡威胁, 这俄罗斯媒体呢, 也曝光啊, 与普京会面的这个马里布尔当地居民啊, 在与普京会谈结束以后, 收到威胁电话, 乌克兰呢, 表示要砍掉他们的脑袋, 匿名联系电话呢, 威胁杀死他们的父母啊, 包括他的家人孩子, 而且呢, 这个匿名电话呢, 知道他们的详细地址啊, 可以看啊, 这个电话的内容, 所以所有与普京会面的这个家庭啊, 这些马里布尔的居民呢, 担心自己的孩子生命安全, 因为现在乌克兰特工在整个的俄战区啊, 是有大规模活动的啊, 所以他们现在呢, 担心自己的家人孩子会受到牵连啊,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, 这一次啊, 打给马里布尔居民啊, 与普京会谈, 这些居民的电话都来自于波兰啊, 俄罗斯的情报部门掌握的消息, 所有电话号码来自于波兰, 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个波兰的情报机构有关系, 那波兰的情报机构能够第一时间通过电视啊, 电视上画面中, 这些马里布尔居民的这个影像就可以确认这些人住址, 地址也说明在马里布尔啊, 乌克兰的情报机构是有渗透的啊, 所以未来呢, 马里布尔方面的这个风险, 今天呢, 在赫尔松方向啊, 乌克兰的特工呢, 以及当地的游击队啊, 炸毁了俄罗斯联邦, 在赫尔松的辛卡霍夫卡水库大坝巡逻队, 指挥官叫希尔盖莫斯卡联科, 他乘坐的汽车, 那么汽车内呢, 还有他的女儿妻子啊, 所以一家三口在车内被炸身亡, 目前他本人呢, 是在重症监护室啊, 救治, 那辛卡霍夫卡大家知道, 这个英国的特种部队啊, 特种空军团曾经派出这个空降部队啊, 空降这个辛卡霍夫卡水库大坝, 那么当时与乌军作战的实际上, 就是啊, 这个辛卡霍夫卡水库大坝的这个巡逻队, 就是这支部队, 他呢, 五月份呢, 是从这个省前拘留中心啊, 调到辛卡霍夫卡水库大坝, 成立的这个巡逻队, 他之前呢, 是在当地的警察啊, 在警察部门服役, 就这个人, 那乌克兰方面呢, 认为他呢, 在省前拘留中心对乌克兰居民进行酷刑啊, 另外呢, 在审讯时, 也对乌克兰的一些情报人员啊, 使用这个酷刑, 他之前呢, 成立一个安保公司, 他是老板啊, 那么战争爆发以后呢, 呃, 他呢, 就加入到俄罗斯阵营, 随后呢, 在赫尔松方向啊, 那么加入这个辛卡霍夫卡水库大坝的巡逻队啊, 他现在是排长啊, 当地的排长, 也是一个负责人, 乌克兰现在在整个俄罗斯啊, 占领区的这种恐怖袭击活动啊, 是逐渐升级的啊, 今天呢, 除了这个对辛卡霍和水库大坝啊, 赫尔松方向啊, 发动袭击以外呢,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部门啊, 在俄乌边境地区还缴获了大量毒品,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, 这个毒品呢, 是在靠近这个切尔尼戈夫边境这个方向, 一架乌克兰军队控制的无人机呢, 被边境服务局发现, 随后呢, 沿无人机飞行的路线, 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呢, 突袭了啊, 这个包裹投放的地点, 呆捕一人, 目前正在进行审讯, 这个乌克兰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向俄罗斯境内投放毒品呢, 实际上呢, 是与俄罗斯境内这个毒贩进行合作, 我之前说过啊,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, 俄罗斯国内一些毒贩, 希望获得乌克兰方面支持, 获得这个金钱的利益, 包括俄罗斯反对派, 他需要通过这个边境地区无人机向他们投放这个毒品, 他们可以获得毒品, 然后呢, 获得毒资, 在俄罗斯国内贩毒, 另外呢, 他通过这个贩毒行动呢, 他获得金钱以后, 可以支持啊, 在俄罗斯境内啊, 进行这种恐怖袭击啊, 这些活动的这些特工或者他们收买的俄罗斯公民, 这是普京呢, 今天呢, 前往马里布尔方向啊, 前往卢斯托方向, 也就是首次进入顿巴斯战区最新的消息, 那大家知道, 普京呢, 这次行动啊, 实际上呢, 是被西方, 我觉得是被西方逼出来的, 为什么? 西方刚刚宣布, 普京呢, 是受通缉人员, 这个德国的司法部长呢, 今天也首次公开证实, 德国司法部长说啊, 根据国际刑事法庭的决定, 德国将不得不在普京进入德国时, 逮捕普京, 德国将逮捕普京啊, 如果普京进入德国境内的话, 这德国司法部长马克尔·布什曼, 他证实了, 那德国啊, 包括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, 实际上都签署了这个海牙公约, 就罗马公约, 那未来呢, 普京很难再访问欧洲其他国家, 那你看普京呢, 实际上现在呢, 和欧洲的关系已经僵化, 那么他访问马里布尔, 特别是访问这个顿巴斯地区, 就俄战区, 就顺理成长了, 因为他没有负担了, 过去我还考虑和整个欧洲的关系, 那现在呢, 整个关系已经破裂了, 我没有任何负担, 我就直接前往顿巴斯地区, 就宣誓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了, 白洛斯方向呢, 今天白洛斯的特种部队, 柯格勃, 那么今天呢, 在白洛斯首都明斯克, 击毙了外国特工, 大家看一下现场画面, 那击毙的外国特工呢, 是准备发动恐怖机器, 地点呢, 是在格罗德诺大街, 叫库尔恰托夫, 那现场出现了机关枪手榴弹, 现场拍摄的画面, 那么现在西方呢, 对白洛斯对俄罗斯政权的颠覆, 实际上也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, 逐渐升级的原因, 这个实际上呢, 整个西方啊, 正在围堵, 包括白洛斯和俄罗斯在内的这个, 前苏联, 它最后的这个生存空间, 你包括现在北约呢, 正在向白洛斯和俄罗斯边境增派, 30万名士兵, 这是美国的政客杂志公开的, 北约希望向俄罗斯边境地区, 增派30万名士兵, 第一梯队10万人组成, 10天内将迁往边境, 可能来自于波兰, 挪威和波罗的海国家, 包括爱沙尼亚, 拉脱威亚, 立陶宛, 组成联军, 约10万人, 那后续的20万人呢, 将由德国, 法国, 奥地利, 意大利, 相关的欧盟国家成立, 那么这10万人呢, 将阻止俄罗斯, 白俄罗斯边境地区这个战争, 外溢到北约国家境内, 就大家看懂了吧, 实际上呢,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, 北约呢, 是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, 不断的让战争升级, 并不希望战争结束, 但是他又担心战争, 最后会烧到整个的欧洲, 烧到北约国家, 那么北约就会集体和俄军作战, 这样是北约不愿意看到的情况, 北约就会亲自下场, 那么他就要防止战争, 扩大到整个的多国家, 包括爱沙尼亚, 拉脱威亚, 立陶宛, 但是这只是北约的异乡情面, 我说过, 你既然进入这个赌场, 这个赌局什么时候结束, 不是由北约来说了, 而是由普京, 俄罗斯, 白俄罗斯决定的, 这也是现在北约最担心的, 就是俄罗斯如果入侵, 不离开三个国家, 真的发生战争的话, 那么北约将不得不和俄罗斯直接开战, 那个战争规模将困难, 所以现在情况和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, 就是现在普京并没有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的想法, 也不会结束, 因为这场战争开始就没有结束, 只有俄罗斯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, 只有这一条路, 所以不要幻想普京会恢复和西方的这个和谈, 会放弃这个战争, 这次呢, 习近平呢, 抵达莫斯科啊, 现在普京的实际上已经抵达莫斯科了, 这是在莫斯科机场, 欢迎西主义访问俄罗斯, 已经贴出这个广告牌了, 那实际上呢, 这场战争, 我之前讲过啊, 西方呢, 要围堵俄罗斯, 而俄罗斯迎战, 那就不会回到过去, 这个战争只要开始, 就会一直持续下去, 而且呢, 俄罗斯也好, 中国也好, 其实也看到了, 也看到这个战争长期化的特点, 你包括现在俄罗斯, 中国, 伊朗, 现在也在这个中东地区进行联合的巡航, 进行联合军演, 那这是17号, 中国, 俄罗斯, 伊朗的军舰, 在阿拉伯海, 进行联合演习的画面, 所以现在实际上呢, 是整个的北约, 对欧亚大陆, 对俄罗斯, 伊朗, 中国的一个围堵, 那我之前节目说过啊, 这种围堵呢, 俄罗斯是不会投降的, 中国, 伊朗, 也看懂了现在北约, 针对中东, 针对亚太地区, 对伊朗, 还有中国的围堵, 那么三个国家只能抱团, 那现在呢, 西方呢, 为了破坏俄罗斯和伊朗, 包括中国和金砖五国的合作, 所以呢, 使用这个海牙国际法庭, 通缉普京, 你这些国家呢, 你想和俄罗斯合作, 那普京不能出国访问, 你看对普京政权进行围堵, 也破坏了中国, 包括金砖五国吧, 像巴西啊, 印度这些国家和普京, 未来的这个合作, 希望影响你金砖国家, 希望影响你欧亚大陆的联合, 这也是西方的目的, 那实际上呢, 整个俄乌战争呢, 现在已经扩大到欧亚大陆, 和安格鲁萨克逊, 他控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, 有北约之间这种对抗, 这些整个对抗已经升级了, 那普京呢, 抵达玛丽波尔呢, 实际上就向西方啊, 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, 就普京要将战争进行到底, 绝对不会退缩, 那么实际上俄乌战争, 包括俄罗斯和整个西方的对抗, 会持续, 而且会升级, 这就是未来呢, 俄乌战争的前景, 我之前给大家分析过, 这个战争不会结束, 只要普京政权还存在, 这个战争就会持续下去, 那么西方和俄罗斯对抗也会持续, 这场双方的地缘政治, 这场博弈要持续十年以上, 要十年以上, 只要普京, 那么也就是说这场俄乌战争啊, 对全世界是有深远影响的, 而且影响会持续, 中国呢, 也要做好准备, 迎接挑战, 特别是北约对俄罗斯, 对伊朗, 还有中国的维度, 中国要提早做好准备, 这次习近平访问莫斯科, 也是要和俄罗斯谈欧亚大陆联合, 特别俄罗斯向中国提供能源, 那么习近平呢, 很快就会和普京单独会面, 如果有更多的消息,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,